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6年的南大碎尸案到现在还没破呢 以及白银连环杀人案 那么为什么90年代的命案这么多呢 因为当时和现在不一样 现在主流的破案手法 像DNA啊 监控啊 手机通讯 人脸识别等等 那个年代都没有 如果遇到跨省流窜作案 碎尸案等等稍微复杂一点的案件 破案的概率呢 就会比较低 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 加上下岗潮 还有贫富差距 急剧扩大 人的心思呢 就变得活跃起来 也复杂起来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案子呀 就是一个发生在90年代 我们王队侦破的跨省流窜碎尸案 王队啊 是在咱们这一系列的节目里边啊 第一次出现 以后呢 也还会多次出现 王队是我领导 是我老师 也是我的搭档 是个爱美食 爱撸猫的中年大叔 9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 当地农民老王早早的起床了 去自家农田里边呢 看一眼庄家 他黎明时分 从家里出发 到自家地头的时候 已经是天光大亮了 远远的呀 就看见有个白花花的东西 在自家的田地里边 当时一看这心里边呢 就有点恼火了 以为是谁家的猪或者羊在骚托自己这田呢 但是随着他慢慢的走近 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因为他发现那个白花花的东西周围有大量的血迹 黄白相间的肉块扔了一地 这是一句被肢解的无头裸诗 老王可没敢靠那么近啊 吓得只看了一眼 连滚带爬的 跑到附近派出所报案去了 发生了碎尸案 甭管是在哪个年代 这都是大案呢 刑警 交警 巡警 派出所 全部都上 负责本案的是刑侦局长老谢 谢局长呢 当时四十多岁 正值年赋立强 他是一线侦察员出身 对办理这类案件呢 是驾轻就熟 当上领导之后 带领兄弟们也是捋破大案 谢局带着侦察员们 横检老张 法医王队就到了现场了 现场啊 已经被派出所民警保护起来 并且民警告诉谢局 说他们已经确定了侦察方向 现在正在排查 因为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件关键物证 说一下现场的具体情况啊 中心现场就是尸体的位置啊 是在一片农田之中 北边呢 是一大片修整过的农田 距离西面五米远的地方 是一家精神病院的院墙 距离南面五十米的地方 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 这条公路啊 是主干道 附近工人上下班都从这路过 距东边差不多三十米的地方 有一个南北走向的乡道 从这条乡路到中心现场 有一条田间小路 老王就是从这条小路进入现场 并且发现尸体的 咱们再来说说尸体的情况 尸体全身赤裸 平躺在田地之上 周围啊 没有见到衣服 死者头部缺湿 从皮肤衰老的程度 初步推断是一名年轻的女子 尸体周围有大量的血迹 以颈部断离处是最多的 在下方呢 形成片状的血泊 自颈部正中至胸骨柄 沿左侧肋骨下沿 可以看到整个左胸部的软组织全部缺湿 缺湿软组织以及左乳房就都被切成了小块 各位 您记住这一点 这是破案的重点啊 缺湿的软组织跟左乳房都被切成了小块 以尸体为原心 大范围的随意抛洒 除此之外 其余的软组织没有见到缺湿 咱们再来说现场痕迹的情况 从东边的田间小路到中心现场 可以看到两条明显的足迹 一条足迹是平底斜的 一条足迹是半高跟斜的 方向性很明显 都是从西向东 尸体周围可以见到大量的重叠足迹 这两种足迹都有啊 从中心现场到南面的公路 中间农田上可以看到平底斜的足迹 方向性很明显是从北向南 中心现场西侧 精神病院的墙根底下 有一块干枯的草地 草地边的农田上可以看到一处尿字 就是明显有人在这撒过尿 各位 这儿大伙也记清楚了 这也是一个重点 在这个尿字南侧有一件黄绿色的破旧的军大衣 派出所民警说的关键物证 就是这件军大衣 经过派出所民警调查 现场隔壁精神病院发给病人过冬的大衣就是这种 所以本案很有可能是精神病院的病人所为 谢菊啊 就问狠检和法医 精神病人所为 兄弟们 你们什么看法啊 狠检老张就说了 现场四周都是平整过的田地 留下的足迹很清晰 东侧田间小路上有两行足迹 一行足迹是平底斜的 一行足迹是半高跟斜的 应该就是嫌疑人和死者所留 不符正常 两个人呢 从东侧小路进入现场 南侧田地所留的足迹只有平底斜 并且不复明显变大 嫌疑人应该是从这儿离开现场 从足迹上来看 嫌疑人是穿平根鞋的男性担任作案 西侧墙根的这处尿字 我觉得很不正常 嫌疑人杀人碎尸还在现场撒尿 要么是胆大妄为 极度的蔑视国法 要么就是神经不正常 正常人呢 不会有这种行为 所以我觉得 怀疑精神病人杀人 有一定的道理 法医王队说 是不是精神病人所为 现在啊 还不敢肯定 不过从现场分尸的行为上来看啊 显得非常怪异 第一 分尸的目的有很多矛盾之处 第二 分尸的刀法非常凌乱 毫无章法 第三 对尸块的处理没有趋利避害性 从这点上来看 也符合精神病人的行为特征 咱们呢 既然是说碎尸案 这儿呢 我就对各种碎尸行为的特点 重点的介绍一下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了 从分尸的手法上 就能看出是不是精神病所为吗 还真的可以 因为从碎尸的形态 可以分析出凶手的心理 这样就可以对凶手进行心理画像 在法医学中 凶手对尸体的分解 一般有几种情况 第一 销毁犯罪证据 掩盖犯罪事实 这一点很好理解 咱们还举王小明的例子啊 王小明杀人了 他知道杀人得偿命 为了逃避惩罚 就得把杀人的事实掩盖下去 那么怎么掩盖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销毁证据 而尸体就是最重要的证据 王小明可以把尸体藏起来 可以把尸体扔了 但是尸体是人哪 个很大呀 运输起来很麻烦 扛不动怎么办呢 那就把尸体分解了 变成小块 方便运输 就比如说 96年的南大碎尸案 尸体被分成了2000多块 分别在好几个时间 到了好几个地点丢弃 这种碎尸行为的特点 就是目的性明确 就是要销毁证据 往往在关节处分解 把大块变成小块 让别人找不到尸体 或者就算找到尸体了 也不知道尸体是谁 现实案件之中80%左右的碎尸行为 都是这个原因 第二种情况呢 侮辱死者 报复泄愤 还举例啊 王小明杀人了 他对死者有极大的怨恨 把人杀了还不解恨 又多捅了几刀 就跟咱们玩游戏似的啊 玩这什么吃鸡啊 把对方干掉了习惯性的 尸体上再补几枪 顺便再跳两下 是吧 这种分尸行为 也有明显的特点 就是有很多不必要的额外损伤 或者故意割去死者的某些部位 比如割去面部 割去阴部 割去乳房等等 这样能起到侮辱死者的目的 前一种分尸的特点是隐藏 后一种特点是暴露 毕竟让人看见 才能达到羞辱的目的 第三种情况 就是精神病人杀人 精神病人杀人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啊 很多精神病人杀人之后呢 都有分尸行为 并且大多都是不完全分尸 精神病人在狂暴状态之下 会把尸体砍碎 但是他们不会细致的把切碎的尸块 分别包装隐藏 也不会刻意的侮辱和炫耀 一般呢 都是随手就遗弃在现场了 这种分尸行为 不会刻意隐藏来逃避打击 这就是趋利避害性 是精神病人杀人的明显特征 还有呢 就是刀法呀 相对凌乱 窗口大多是一次性形成 分尸的目的不明确 有很多矛盾之处 当然了 精神病人随时行为很复杂 咱们刚刚这些呢 只是简单的一个阐述啊 还有很多不常见的分尸行为 比如邪教的仪式 食尸就是吃尸体的 还有天葬等等 这都有相对应的特征 在这呢 咱们不详细的分析 我们已经了解了大致的一个特征 那么这起案子的尸体 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知道了碎尸行为的特征 现在啊 让咱们来看看本案的碎尸情况 死者头部啊 消失不见了 那个年代没有头 就不好找尸员 这符合掩盖犯罪事实的行为 也符合第一种分尸方式 但是左胸部切下的尸块 被大范围的抛洒 这是生怕别人看不见呢 又完全不符合隐藏的特点啊 好像有点不对 死者整个左胸部 包括乳房在内的软组织 全部被切碎 这有点侮辱尸体的味道 符合第二种分尸方式 但如果说侮辱死者 那右侧乳房以及阴部 又都是完好的 为什么没被破坏呢 好像也不对 死者颈部 以及左侧胸口窗部的边缘 非常杂乱 有刺窗 有切割 甚至还有连丝带拉的痕迹 太不讲究了 不像正常人 并且尸块随意丢弃 完全没有趋利避害 分尸的目的呢 也有矛盾的地方 这似乎也像 精神病杀人的特点 上面咱们分析了一大堆 似乎还是一头雾水的样子 别急 后边啊 还会有新的发现 这也就是为什么王队会说 是否为精神病人所为 现在还不敢肯定 从现场分尸的行为上来看 显得非常怪异 但是现场 有精神病院的军大医 还有看起来非常嚣张的尿字 还有分尸行为上的前后不一 所以最后的侦查方向 就定为精神病人杀人 侦查方向确定了 谢局安排了下一步的工作 第一 查找失源 查清楚死者是谁 找死者的头 第二 排查精神病院 包括住院的 出院的 曾经住院的 还有医生护士以及病人家属 要搞清楚这件军大医是谁的 第三 找目击证人 根据法医推断的大概死亡时间 走访附近的居民找线索 第四 法医痕迹继续勘察现场 需要说明一下啊 九十年代初 破案的主要手段是靠侦查 也就是走访摸牌 找目击证人 找矛盾点 因为那时候法医痕检等刑事技术 远远没有现在发达 也没有受到那么大程度的重视 真正靠刑事技术 侦破的案件少之又少 所以那时候法医 技术员 勘察完现场之后 都是要配合侦查队 去排查走访的 不过今天的主角王队是个例外 他不需要去排查 为什么不用去呢 不是因为领导对现场勘察重视 而是侦查队嫌弃他 不让他去 走访摸牌是一门社会科学 受调查的人呢 有说真话的 有说假话的 同一个人 有说他好的 就有说他坏的 侦查员呢 要梳理证据 去尾存真 找出线索 所以侦查员需要有社会经验 也就是老油条 越老油条越好 王队当年大学刚毕业两三年 长得白白净净的 除了专业知识过硬之外 社会经验还是相当单纯的 用现在的审美来看 绝对是一枚优质小鲜肉 但是在那个年代 这样子不行啊 特别是干警察这行 身上得有一股霸气 王队太像学生了 加上还没结婚 遇上个漂亮小姑娘 说话都脸红 这还怎么工作呀 你就老老实实 看现场吧 所以呢 王队就负责老老实实的 看现场 他呀 解剖过尸体之后 就溜达着看现场 看了一遍又一遍 当时呢 公安局里边 基本上都没有解剖室 所以啊 那个年代的法医 都是现场就地解剖 因为时间充裕 他能慢慢的研究 把散落在尸体周围的碎尸块 一片一片的收集起来 用水洗干净 跟拼图似的 在尸体身上拼 刚才咱们说了 左胸部的尸块啊 切得很碎 大的就跟核桃似的 那么大小吧 小的呀 就跟指甲盖似的 还被抛洒的到处都是 要想找齐了 还真不容易 关键是你拼这个 有什么意义呢 一般来说 碎尸案拼尸块 是要确定死了几个人 或者尸块 是不是找齐全了 比如说 把一堆尸块拼一起之后 发现有两个左手 那行了 就至少说明 有两个人遇害了 又比如尸块 拼成之后 发现少了很多部分 就说明还有尸体 没找到 或者凶手 还会继续抛尸 这个案件呢 死者除了头没了 胳膊腿都是完好的 很显然就是一个人 还管他呢 反正操作规范上 有拼尸这一项 再小的尸块 也是人体的一部分呢 不能歧视 一块都不能少 这一拼还真让王队 发现了问题 第二天晚上 开案情分析会 侦察员们呢 向谢局汇报情况 大家工作了近两天 排查到的东西啊 还真不少 不过一个靠谱的也没有 精神病院这一组说 根据死者的大概死亡时间 事发前一晚的十点左右 这时候精神病院的门都上锁了 并且还锁了好几道门 病人偷跑出去 根本不可能 还有军大衣 确实是精神病院发的 但是这件军大衣太破了 病人们最破的大衣 都比这个好 这件大衣 更像是当垃圾被扔的 以前住院的 出院的精神病人数量太大 正在排查之中 寻找失源的这组人说呀 按理来说啊 失源这组最简单了 90年代初 人口流动 远远小于现在 只要走访一下 谁家的闺女失踪了 基本能确定死者是谁 但查了两天是一无所获 周围居民 没有年轻女性失踪 再来说 目击正人组的结果 他们说现场附近 有三家工厂 其中一家还是大型国企 晚上下夜班的工人很多 都从现场南侧的公路回家 但是南侧公路的路边上啊 有那么三四行数 对视野 还是有很强的遮挡作用的 路北呢 都是大片子农田 晚上黑咕隆咚的 也没什么看的 没发现有目击正人 谢局这时候就疑惑了 那是不是我们的侦查方向 有问题呢 那时候王队年轻啊 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 听领导说 对侦查方向有怀疑 他就有勇气发言了 王队说 我觉得这个案件 可能并不是精神病人所为 谢局一听 也感兴趣 让王队接着说 王队呢 就先把尸检的基本情况 说了一下 根据心肺表面出血点 以及脏气淤血的特征 认为死亡原因是窒息死亡 根据死者颈部切口 呈宾死期改变 现场血迹没有见到喷溅状 而是片状的血泊 推断分尸是死后所为 根据尸疆没到最大化 再结合尸温 推断死亡时间 应该是案发前晚上十点左右 死者阴部 没有见到急性损伤 没有发现性侵的迹象 然后啊 王队又说到了 昨天的发现 我昨天呢 把死者左胸部缺尸的 所有碎尸块 都拼起来了 发现左乳心脏的位置 有一处皮肤缺损 大概有核桃大小吧 说完了 王队把自己画的示意图 就拿给大家看 当然了 皮肤缺损 也有可能是现场的尸块 没找全 我今天又找了一天 还是没找到 所以我觉得 死者左胸部的这块皮肤 和死者的头部一样 都被凶手带走了 死者头部的缺尸 从分尸行为上来看 是掩饰犯罪 销毁证据的特征 也就是凶手 不想让我们看到头部 那么他一起 把左胸部的 这块皮肤带走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动机呢 也就是不想让我们 看到这块皮肤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凶手的分尸目的 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要销毁证据 并不存在前后不一之处 其次 大家看缺尸这块皮肤 周围的窗圆 是很明显的弧形 把四周拼起来 就是一个类圆形 全身其他地方碎尸的切口 都不是这样的 其他地方窗圆很凌乱 有大有小 连丝带拉 当时我也是从窗圆凌乱 这点来推测 有可能是精神病人干的 但是这个类圆形的窗口 精神病人在狂暴状态下 是不可能随意形成的 必然是有意为之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 我认为凶手只对死者 左胸部碎尸入手 而不碰其他的地方 就是为了刻意隐藏 左胸部的这块皮肤 如果凶手 仅仅把左胸部的这块皮肤切了 我们发现尸体之后 很容易就知道 左胸部的这块皮肤没了 这样反而欲盖弥彰 而凶手把左胸部皮肤切去之后 把周围皮肤都碎成很小块 这样我们就不容易发现 左胸部缺失一块皮肤的事实 凶手把尸块随意抛洒 并不是不懂趋利避害 而是这些尸块 都是为了掩饰左胸部的皮肤缺失 至于怎么扔 那就无所谓了 所以凶手并不符合 精神病人分尸的特征 谢菊听着呀 在那一个劲的点头 表示分析的不错 那么凶手为什么刻意隐藏 左胸部的这块皮肤呢 我想啊 很有可能这块皮肤上 有能提示死者身份的信息 比如胎记 疤痕 或者纹身 胸部对于女性来说 是一个很隐私的地方 凶手知道此处皮肤的特征点 说明很有可能是死者的熟人 比如男朋友或者是丈夫 现场还有一处我们忽视的证据 也能证明是熟人作案 就是现场西侧的那处尿字 这处尿字最初我们认为 是凶手很嚣张 或者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 那么我们有什么证据 认为这处尿字是凶手所留呢 这时候啊 一个侦察员说 哎呦 这个呀 可不容易证明 平底鞋 在甘草上不容易留下痕迹 不过在现场撒尿这种事 凶手的可能性更大 王队又接着说 平底鞋留不下痕迹 但是高跟鞋能留下 只是高跟鞋留下的足迹 是一个小坑 都隐藏在草丛里 不容易发现 昨天我在这处尿字的周围草丛里 发现了高跟鞋留下的小坑 这时候 那名侦察员质疑 尿字周围 有高跟鞋的痕迹 也不能说明尿字是死者留的 如果是凶手撒尿 凶手穿平底鞋留不下痕迹 而死者穿高跟鞋 或许从旁边路过呢 嗯 这处尿字的形态不一样 尿液是液体 形态类似于血液形态分析 因为男女小便的姿势不同 女性尿液流动方向更低平 渐落方向性更明显 男性尿液流动更高 更垂直 渐落方向性不明显 那证明尿字是死者所留 又能说明什么呢 能说明死者和凶手很熟悉 从现场足迹上来看 死者和凶手正常进入现场 试想一个女人 会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小便吗 啊 王法义 死者和凶手正常进入现场不假 你怎样证明死者是和凶手同时进入现场的呢 假如死者那集来现场小便 被凶手发现 凶手跟踪 然后在现场杀害死者 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呀 啊 从足迹上可以看出来 现场东侧的田间小路很窄 现场留下的两条足迹是近乎平行的足迹 没有一处重叠 如果死者和凶手是先后进入 在光线缺乏的晚上 是不可能做到足迹平行 并且不重叠的 所以排除这种可能 谢局听到这啊 挺高兴 嗯 不错啊 小王分析的精彩 如果说是熟人作案 你能推断一下侦察方向吗 昨天解剖的时候 我发现死者的胃内容物是充盈状态的 消化程度很轻 也就是说 死者在最后一餐之后不久就被害了 我推断时间不到一小时 并且最后这一顿啊 吃的很丰盛 有很多菜 我用纱布仔细过滤了胃内容 能分辨出的蔬菜种类就有六七种 并且有一种蔬菜是绿豆芽 据我所知 本地人是不爱吃绿豆芽的 吃的都是黄豆芽 由此可以推断 死者可能是外地人 死者在饭后不到一小时就被害 说明死者是在附近吃的饭 可能是饭店 也可能是在固定住所 我呢 更倾向于固定住所 因为饭店没有绿豆芽 当地人不爱吃 菜市场也买不到 所以我认为死者 很可能是附近的居民 或者租住户 这时候啊 又有侦察员提出了质疑 可是附近的所有居民 和可能的租住户 我们都排查了 没有年轻女性失踪 我相信我们排查的可靠性 就凭最后一餐到死亡不到一小时 来判断死者就是附近的居民 我觉得有点不靠谱 如果死者和凶手 有交通工具 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吃完饭之后 开车来现场 杀人之后又开车离开 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 凶手和死者到达现场的途径啊 可能是有几种 咱们呢 在这儿啊 也逐一的分析一下 第一 凶手开车进入 如果凶手开车到东侧的香道路边 然后步行进入现场 那么他离开现场之后 肯定会从原路返回 他得开车去啊 也就是说从东边小路离开 而现场的凶手是从南面离开的 第二 凶手也有可能把车停在了南侧路边 但是南侧公路是主干道 是不是有一辆可疑车辆 在这长时间的停留 很容易排查 所以呢 相信侦察员也不会错过 第三 他们也可能是乘坐公交车来的 但是公交车速度慢 即使乘坐公交车 他们也是在附近吃饭 更何况现在是冬天 最后一班公交车六点多就没了 第四 他们乘坐出租车来的 出租车是我们侦察员排查的重点 我们已经排查过案发当晚 并没有一男一女在附近下车 第五 别人开车送他们来的 这种情况我们恐怕没办法排查 但是假设就是这种情况 示范地点也是在一小时车程之内的 我们排查也应该先进后院 王队接着说 综合分析来说 死者大概率住所离现场近 是外地人 凶手知道死者私密部位的特征 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死者是嫁入本地的媳妇 而凶手就是他的丈夫 为什么排查附近居民 没有发现女性失踪呢 如果我们排查遇到的是他的丈夫 他丈夫否认自己妻子失踪 那我们根本就排查不出来 王队在这场案情分析会上 是大出风采 谢局对他的业务能力大加赞赏 至于他的侦察思路 有没有被采用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四天之后 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通过谢局的一个县人 找到了一条线索 一个色情工作者 我们跟他叫小贾吧 就说他的一个小姐妹失踪了 并且最最重要的是 这个失踪的姐妹 左胸部有一块纹身 小贾说 我的这个小姐妹叫小婉 也是干这行的 她是外省人 不过小婉是在一个月以前失踪的 一个月以前 小婉认识了一个老板 是做家具生意的 两个人很快就处得火热 自从认识那个老板之后 他就没上过班 这期间呢 我见过他一次 他心情很好 说话之间 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 后来无意之中啊 就跟我说 他可能会和这个老板结婚 所以他失踪了这么久 我以为他回家结婚了 侦察员就问小贾 你见过这个老板吗 见过 皮肤白白的 高高瘦瘦的 大概三十岁左右吧 我见到他 肯定能认出来 听口音是外省人 和小婉的口音很像 从小婉失踪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小婉是哪里人呢 你知道这个老板住哪里吗 我只知道他是哪个省的 再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老板我不知道住哪 只见过一面 不过我知道小婉住哪 小婉是个特别讲究的人 不和我们住 他在外面租着房子 从来不带客人去他的出租屋 小婉身上的纹身是什么 你知道吗 好像是一个字 但是具体是什么字 我就不知道了 在小贾的带领之下 我们找到了小婉的租住地 是某工厂里的一间单身宿舍 这个宿舍离案发现场步行 也就十几分钟 宿舍的门上挂着一个大铁锁 这说明门窗是完好的 侦察员打开锁 进入小婉的房间 房间里的景象 有点看不懂了 整个房间 好像是经历过地震似的 到处都被翻得乱糟糟的 衣柜里的衣服呢 都被翻出来扔在地上 床明显被移位了 床底下的东西 都被翻得到处都是 这明显是被贼光顾过的样子 但是宿舍门上的铁锁 是完好的 这贼啊 还挺讲究 偷完东西离开的时候 还不忘把门给锁上 经过认真的勘察 我们发现了几个重要的物证 第一 屋内小桌子上 有几个盘子 盘子里的剩菜 和死者为内容分辨出的蔬菜 是相同的 最重要的 是发现了一盘绿豆芽 第二 门后发现一个脸盆 脸盆里有一个桃制的花盆 花盆呢 泡在水里 花盆里面有绿豆芽 因为是冬天还没完全坏掉 这是一个自制的 在冬天制作豆芽的装置 第三 床旁边有个小桌子 桌上垂直上下有三个抽屉 最上面的抽屉是闭合的 没锁 下面两个抽屉呢 有锁 被人用锐气砍了一个大窝子 抽屉都被拉了出来 第四 在最上面没锁的抽屉里 发现有两万块的现金 还有存折 存折上是小碗的真实身份 谢菊看完这个现场 长输了一口气 他觉得离抓到凶手不远了 这个现场也印证了 他判断的侦查方向的正确性 到这儿您各位该说了 好像有点不对 侦查方向不是王队在案情分析会上定的吗 这怎么冒出了一个谢菊的侦查方向呢 莫非王队分析的都是错的吗 其实啊 王队在案情分析会上分析的都没错 只是由于王队社会经验比较少 少分析了一种情况 知道一个女性私密部位纹身的男性 不仅仅可能是男朋友和丈夫 还有可能是嫖客 住在附近的外地人 不仅仅有嫁入当地的外地媳妇 还有色情工作者 色情工作者 是不会在自己家乡干这样子的事情的 排查不出失踪信息 不仅可能是丈夫刻意隐瞒 也有可能死者从事的是见不得人的行业 就像色情工作者 他们通常是不可能跟警察说 跟我一块工作的小姐妹失踪了 所以呢 就很难排查出来 当天案情会 谢菊听了王队的分析之后 就感觉到死者很有可能是色情工作者 而排查这种灰色地带就必须要用非常手段秘密侦查 比如用线人 从线人提供的线索 我们知道有一个左胸有纹身的色情工作者失踪了 从今天在小碗屋子里面勘察的情况 我们基本能认定死者就是小碗 左胸纹身和尸体上的皮肤缺损是相符的 屋子里的绿豆芽和死者的胃内容物是相符的 既然死者是小碗 那么凶手最有可能就是跟他处的那个老板 别忘了老板他也是嫖客呀 小碗和那个老板相处的火热 小碗突然失踪了 那老板也没出现过 正常情况之下老板不应该去问一下小碗的姐妹们 他去哪了吗 小碗自从认识老板之后就没有接客 他也不带客人回自己的小屋 桌子上六七个菜 一个人是吃不完的 一个人也没必要吃这么丰盛 那么他是在招待谁呢 普通的嫖客没必要这么用心吧 并且当地人是不吃绿豆芽的 而根据小贾的叙述 小碗和老板口音相近很可能是老乡 所以最后和小碗一起吃饭的人 很可能就是这个老板 而根据死者为内容物消化的程度 死者吃饭之后不到一小时就遇害了 并且根据现场尿字来推断凶手 是和小碗非常熟悉的人 那么这些证据交叉验证几乎可以认定 老板就是凶手 为什么小碗的屋子里面有被大范围的翻动痕迹 这很可能就是凶手的犯罪动机 凶手在杀害小碗之后返回出租屋 寻找某个重要的东西 这里最让人疑惑的呀 就是抽屉里的两万块钱现金 要知道在九十年代初两万块钱那是巨款呢 人都杀了两万块钱没动 有什么东西比两万块钱和人命更重要的呢 确实想不明白啊 在这也给大伙呢先卖个关子 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能通过分析推理解决 谜底只有抓到凶手才能解开 嫌疑人已经确定 下一步的工作就相对明确了 根据小贾的描述 做模拟画像 然后通缉这个老板 与此同时 还有一组侦察员 到小碗的老家找线索 因为老板的口音跟小碗接近 很有可能他们是老乡 侦察员很快就找到了小碗的老家 小碗的父母呢都已经去世了 家里只有小碗的哥哥了 面对侦察员的询问 小碗的哥哥说出了小碗的身世 我妹妹啊 从小就是一个骄傲的女孩子 她人长得漂亮 父母宠爱 在同龄人之中 永远都是一个小公主 我父亲呢 是某国有企业的工程师 八十年代初 小碗高中毕业之后 就在我父亲所在的厂里上班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 年轻人呢 流行唱歌 开舞会 小碗自然而然 就成了大家眼里的明星了 她通过舞会 很快就认识了一群社会青年 这群人有厂里的子弟 也有地痞流氓 这群社会青年组成的流氓团伙 影响非常恶劣 好些人当年都因为犯事进去了 里面还有几个人 因为多次强奸妇女被枪毙了 小碗因为跟这群人走得近 受到了影响 也被厂里开除了 我父亲呢 是个很保守的人 自然是严加训斥 小碗当时兴高气傲 觉得给父母丢人了 就离家出走了 这一走 就是十年 阴信全无 我爸妈呢 也因为忧思过度 相继去世了 侦察员就问他 小碗胸前有个纹身 你知道吗 知道 他纹身这事 被妈妈发现了 他呢 还跟我爸妈大吵了一架 胸前纹的呀 是个君字 他谈了一个男朋友 叫大君 我爸妈就觉得 还没结婚呢 就把对象的名字 闻到身上 太伤风败俗了 大君是常理子弟 也是流氓团伙的一员 被判了八九年 现在应该出来了 小碗哥哥提供的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 凶手把死者身上 这块带君字的纹身 着重的切割带走 那么这个大君 就有很大的嫌疑 侦察员在当地警方的 配合之下 很容易就抓获了大君 当侦察员看到大君的时候 就觉得案子破了 大君三十岁左右 高高瘦瘦 皮肤白皙 各位是不是感觉 耳熟啊 貌似 谁提到过 长这样的人 没错 就是通缉的那个老板 大君就是凶手 这绝对错不了了 侦察员连夜突审了大君 但是没想到 大君对杀害小碗子 事情矢口否认 大君说了 近半年来啊 根本就没离开过老家这个省 这一个月来 每天都在朋友家打牌 跟他一起打牌的朋友 都可以证实 你说他赌博 他认了 但是你说他杀人 他坚决不认 侦察员抓来大君的七八个朋友 一问 果然是这样 他们的口供全部一致 说近一个月的时间呢 大君都在朋友家打牌呢 怎么会这样呢 千辛万苦 案件马上就要侦破了 竟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按照大君的说法啊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 可以跨省作案 而我们现在所能认定的证据 是老板杀了小婉 那么怎样证明 老板就是大君呢 仅仅从小甲的一次目击 或者仅仅从大军 高高瘦瘦的长相来认定 这都是主观证据 有点太不靠谱了 就算闻有君子的纹身 刻意被切割了 你也不能说 就是大军自己干的吧 这个案子瞬间就陷入到了巨大的困顿之中 以前的侦察方向啊 也出现了多次错误 但是只要理智分析 我们总能找到正确的路线 但是这次遇到的问题 意味着我们以前所有的推理 可能都是错误的 大军以赌博罪名 暂时被治安拘留 在大军老家的侦察员啊 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 一遍又一遍的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 时间不等人啊 毕竟我们不能无限期的积压大军呢 最后啊 是一个侦察员在和当地民警聊天的时候 无意间的一句话 为破案提供了灵感 那天呢 我们的一个侦察员发牢骚说 大军这群人没有工作 天天赌博 他们哪来的钱呢 当地民警就说了 他们这群人呢 我一眼就认出来好几个罐头 手脚都不干净 罐头 罐头 我明白了 我想到验证大军不在场证据的办法了 如果大军他们一伙是盗窃团伙的话 他们之间相互印证的话就是不足信的 盗窃团伙为了掩盖他们的犯罪事实 对付警察的询问都有一套应对策略 如果大军这个团伙到过我们这个省 那么一个盗窃团伙到外省是干什么的呢 必然是盗窃的 那么好 只要把案发前进一个月 本省各地的盗窃案现场收集到的指纹 和大军这个团伙的成员对比 如果能对比上 那就有意思了 你大军一伙不是说近一个月没出过省吗 那么你们的指纹是怎么留在外省现场的呢 事不宜迟 马上工作 侦察员采集了大军一伙的指纹 在本省内对比 战果丰厚 全省到处都留下了他们一伙的指纹 每个事都被他们摸了一遍 铁证如山 看你大军如何狡辩 侦察员也一扫多日的阴霾 不仅破了一个杀人案 还捎带着扒了一个盗窃团伙 怎么说呢 兴旷神医 侦察员准备带人回省 可这时候接到了谢局的电话 侦察员们有预感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预感 恐怕哪里又出问题了 谢局在电话里面说 兄弟们都辛苦了 虽然这个案子的证据已经非常扎实了 但是啊 还远不是放松庆祝的时候 因为还有几个漏洞嫌疑人可以利用 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证据 第一 我们现在的证据只能证明大军在案发期间在我省出没 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大军是凶手 他作为盗窃团伙的一员 在我省出没很正常 要防止他避重就轻 把盗窃案和凶杀案混淆 第二 虽然后来在死者的出租屋里发现了大军的指纹 但是大军和死者是老情人的关系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大军的指纹是什么时候留的 所以没办法确定大军就是案发时的老板 第三 虽然带有君子的纹身被凶手割去了 但是请兄弟们注意死者是色情工作者 很多嫖客都见过这个纹身 所以不能认为必然是大军割去了纹身 也可能是其他嫖客隐藏死者身份特征 第四 最最重要的一点 死者的头以及死者的衣服没找到 分尸工具没找到 凶手作案时的衣服穿的鞋子都要注意寻找 因为这些是直接能和命案现场相印证的物证 听完谢局的分析之后 侦察员们在心里边都不禁感叹 这果然是个老刑警 这心思缜密的让人惊叹 最后啊 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证据 在大军家搜查到的鞋子上 发现有少量的泥土和命案现场的土质是相符合的 分尸工具也在大军家找到了 是他经常随身带的一把折叠刀 虽然刀子经过反复的清洗 但是在刀折叠的那个缝隙里边 还是发现了血迹 并且这把刀的刀刃 有细小的豁口 经常使用的刀具一般都有豁口 有豁口的刀 在皮肤上切割会留下独特的痕迹 毫无疑问 以王队的专业知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细节 而这条证据也是最直接最可靠的杀人证据 最后结合大军的供述 还有适度的推理啊 咱们把整个案情做一个还原 十年前年轻漂亮爱玩爱闹的小婉 因为涉嫌参加流氓团伙被厂里开除了 与她同时被开除的呀 还有她的男朋友大军 并且大军还被判了刑了 因为忍受不了邻里的闲言碎语 还有父亲的责骂 兴高气傲的小婉就选择了离家出走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 她经历了无数次的奔波流浪 终于在本地落脚 成为了一名色情工作者 十年后的一天 小婉接待了一位嫖客 他们见面的那一刻 两个人几乎是同一时间都认出了对方 嫖客就是小婉以前的男朋友大军 不过现在的大军呢 已经不再是那个在五场之中迷倒一片的时髦青年了 现在的小婉也不再是那个众星捧月的小公主了 这是故人重逢啊 俩人呢 都倍感唏嘘 可以说 两个人心里都有道不尽的艰辛与不义 大军呢 就跟小婉撒谎 说自己啊 在做家具生意 销路很好 特别能赚钱 小婉呢 莫不作声 拉下左侧的上衣 让大军看她胸前的纹身 一个君子 大军的君 在心脏的位置 是大军当年亲手闻上的 小婉说自己太累了 就想有个家 这些年省吃俭用 存了一些积蓄 有两万多块钱 用这点钱呢 咱们做点小生意 咱俩人以后好好的过日子 两万块钱在当年 可是一笔巨款 听小婉这么一说 大军呢 也很感动 自此之后 小婉呢 也不再上班了 整天呢 就带着大军 在这个城市里边啊 就闲逛哟 俩人过的呀 就跟回到了初恋的时候似的 小婉每天为大军 做各种各样的菜 并且乐此不疲 为了让大军吃好了 小婉呢 想为大军 做点家乡菜 这道菜啊 需要绿豆芽 本地呢 又很难买到绿豆芽 小婉就自制了一个 制造豆芽的装置 冬天气温很冷 豆芽呢 不会自然生长 需要不断的给豆芽加温水 为了豆芽生长 他还给自己订了闹钟 两小时一次 甭管白天黑夜 在案发前一晚 跟平时一样 小婉和大军吃过晚饭 一起出去散步 此时晚上九点 工人还没下班呢 所以路上啊 人很少 在路过案发现场附近的时候 小婉内急 找一处偏僻的地方方便 因为怕黑 让大军呢 一起陪着 俩人呢 就是平平常常的 进入到了案发现场 等小姐之后 小婉突然郑重的 对大军说 你答应我 好好过日子好吗 大军呢 自然是连声的答应着 小婉又说 我今天把所有的存款 都取出来了 有两万多块 准备都给你 大军这时候啊 就起了疑心了 心里边就琢磨着 小婉去取钱 为什么不让我 跟他一起去呢 他一直说自己有钱 可是从来没见过 莫非他就是想 骗我跟他结婚呢 小婉又接着说 不过钱给你之前 我得问你一件事情 你必须老实对我说 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呢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 做家具生意的 你知道家具市场在哪吗 大军这一下子呀 让小婉给问愣了 我从那天见你的时候 就知道你是贯偷 做家具生意 是小偷惯用的借口 因为你们身上带着工具 遇到警察盘查 有理由搪塞过去 这些年呢 我见过太多你这样的人了 咱们忘记过去 好好过日子行不行啊 大军一听 当时脑袋一阵发懵啊 她忽然意识到 面前这个小婉 已经不是十年前的 无知少女了 她是一个睡过 无数人的色情工作者 而自己在监狱里边 关了七八年 论社会经验和心计 小婉远远高于我呀 她一眼就能看穿 我是个贼呀 那么她所谓的两万块钱 是不是也是假的 就像一个诱饵 引诱自己乖乖的 留在她身边 我竟然对一个色情工作者 动了感情了 我简直太蠢了 此时的大军呢 心里边已经动了杀机了 大军就问他 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 小婉呢 可能理解错了 他可能以为大军说的呀 是你明知道我是贼 你还不跟我明说这件事情 所以小婉回复大军的是什么呢 你难道没骗我吗 大军呢 一怒之下 用胳膊肘 就卡住了小婉的脖子 等大军冷静的时候 发现小婉已经死了 这时候大军呢 又发愁了 怎么办呢 杀人要偿命啊 大军呢 在那思考了半天 最终他突然意识到 这个地方没人认识他大军 而小婉呢 是一个色情工作者 在当地啊 肯定有很多嫖客认识他 只要别人辨认不出死者是小婉 那么我自己就没事 所以不能让别人认出死者就是小婉 要销毁一切可以识别身份的痕迹 他用随身携带的折叠刀 把小婉的头就割去了 又把小婉全身的衣服脱光了 在脱衣服的时候啊 他就想起了小婉左胸部的纹身 就用刀在纹身周围画了一个圆 把纹身割下带走了 割下纹身之后 他发现这处纹身皮肤的缺损太显眼了 为了掩饰这个皮肤缺损 他就把周围整个胸部的皮肤 全都切碎 抛洒在了四周 因为大军是在黑暗之中摸索着分尸的 偶尔呢 用打火机照明 所以刀法极其的凌乱 让我们误认为是精神病人所为 大军用小婉的衣服 包裹着小婉的头 扔在了一个几公里外的阴沟里边 再返回小婉的出租屋 因为此时是深夜 路上就没遇见人 他在小婉的屋里啊 翻了好几遍 都没发现两万块钱 他就更坚信小婉是在骗他 随后他锁上小婉的屋门 回老家了 那么最后几个问题啊 小婉到底有没有骗大军呢 很显然是没骗 因为小婉屋子里面 我们勘察的时候 发现了两万块现金 那么为什么大军没找到呢 请注意 这两万块现金的位置 床旁边桌子的抽屉 最上边的抽屉没上锁 里边有两万现金 这个抽屉没被翻动 下面两个抽屉有锁 里面没钱 可是让大军用刀 砍了一个口子给破坏了 小婉的屋子里边 虽然被大军翻了那么多遍 可他始终没有翻那个 没上锁的抽屉 小婉呢 就是随手把钱放在抽屉里了 根本没想过要隐藏着 就像大军不相信一个色情工作者 会对他产生感情一样 他打一开始 就不相信这两万块钱的巨款 他也不相信小婉的所有积蓄 会放在这么轻易得到的地方 最后咱们再回过头看一下 为什么在案子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侦查方向错误的问题呢 其实在这个案件里啊 不管是谢局老张还是王队 他们都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了 一个案件侦查的正确逻辑是 通过证据推理出结论 而不是通过结论找证据 有的听友可能有疑问了啊 通过证据推结论和通过结论找证据 这不都一样吗 其实不一样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处尿字 如果通过结论找证据 我们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 凶手在现场撒尿 就推出尿字旁边有凶手的足迹 又因为凶手穿平底鞋 平底鞋在干草地上留不下足迹 所以就找不到草地上的足迹了 而通过证据推结论 我们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 现场目前可发现的足迹有两种 平底鞋和高跟鞋 平底鞋呀 不会在草地上留下足迹 而高跟鞋呢 会在草地上留下小坑 所以在草地里也要认真寻找 最后在尿字附近的草地上 发现了小坑 由此推断尿字 是穿高跟鞋的女性留下的 所以 如果不客观分析现场证据 我们就会犯先入为主的错误 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陷阱 找不到证据 或者说啊 分析结果不客观 咱们呢 再回过头来想一下 不知道您各位还记不记得 刚开始讲的时候 我们说了一个关键物证 君大一 是啊 那么这君大一 跟大军有没有关系呢 没有关系 在精神病院旁边 发现精神病人穿过的破旧君大一 这不是很正常吗 事后也证明 只是案件呢 正好发生在了那件破旧的君大一附近而已 特殊职业故事 下期再会 咱们今天这案子呀 从一个女孩说起 这个女孩呢 叫张轩 2010年 2010年大学毕业的 大学毕业之后啊 就去长沙工作了 她的父母呢 就一直在老家 她的实时的生活 一开始呢 都挺好 孩子呀 虽然忙 但是抽时间 还是会回老家看看父母的 不过从2011年起 这张轩呢 跟父母联系过一回之后 可就再也没回过家 一开始呢 倒没多想什么 可后来 随着日子越来越长 总也联系不上 她也总不回来 这家大人不放心的 就找吧 就找张轩的朋友啊 同学也就问 但大伙呢 都不知道张轩在哪 突然有一天 张轩的一个同学 就告诉张轩的母亲谢丽 就跟谢丽说 阿姨 张轩正在QQ上呢 张轩的父母一听 高兴极了呀 这一年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说实话 也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 现在说 女儿上QQ了 那赶紧联系呀 不过张轩的父母啊 哪弄得明白 网络上这些东西呀 让别人帮忙 带着他们到了网吧 在网吧 登陆了QQ 然后在QQ上 跟张轩进行了联系 张轩在QQ上呢 还让自己的父母 要注意身体 注意休息 还专门说 老爸 你得少喝酒 少吸烟 你别忘了 你还有高血压呢 这一年的时间了 没有女儿的阴心呢 突然女儿 对父母开始问候 开始关心 谢丽夫妇啊 那是欣喜若狂啊 其实啊 如果放到现在 或者对互联网 比较精通 比较懂行的人 都会知道 这背后 很可能不是张轩 但是对于谢丽夫妇来说 一来呢 这么长时间 没有女儿的消息 现在突然有了消息了 一时之间呢 就会被这种喜悦 冲昏头脑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对网络上这些事 也弄不了那么明白 自然而然的就认为 用张轩的QQ 跟他们聊天的 一定就是女儿张轩呢 跟这张轩 在这QQ上聊了几句 谢丽夫妻俩啊 就提出来 要跟张轩通个电话 可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轩莫名其妙的 就发起火来了 还把QQ给关了 下线了 这一下啊 让谢丽夫妇啊 是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啊 怎么回事啊 平时小轩 多乖巧啊 怎么突然发脾气呢 他到底怎么了 遇上什么事了呀 等回到家去 谢丽夫妻俩呀 越想 越不对劲 哎呦 这轩轩要是没事 为什么只跟咱们 在QQ上聊天 不知道打个电话呢 一年了 也不回家 也不打电话 别真是出什么事了吧 随后啊 他们又进行了几次QQ聊天 张轩呢 就说自己还在长沙工作呢 是做导游的 平时工作很忙 没有时间回家 没有时间打电话 过一段时间呢 空闲了 就会回来看看爸妈 在QQ上 谢丽夫妇不断的要求 跟张轩直接通电话 但是张轩呢 都拒绝了 不管怎么说 QQ啊 是目前谢丽夫妇 能联系到女儿的 唯一的渠道 所以他们也不敢逼得太紧了 实在不愿意打电话 别打了吧 万一一生气 人家QQ也不上了 不就彻底失去联系了吗 虽然谢丽夫妇想知道 女儿现在在哪 想知道女儿到底是不是 遇到问题出了事情了 但是啊 只能顺着这QQ上女儿的意思 直到有一天呢 这张轩呢 突然在QQ上 又联系父母 要让父母帮助 他跟他的父亲说了 老爸 做导游好累啊 我也不想做了 我想做点生意 我在湖南师大附近 找了个房子 想开个服装店 但是我现在没那么多钱 你们给我打八万块钱吧 谢丽夫妇呢 当时还没有怀疑呢 就想着女儿有难了 咱得帮啊 再者说了 QQ是唯一联系的线索 不能让他断了呀 把钱呢 就给打了过去 但是 这张轩拿到钱之后 不仅没回家 反而在QQ上对父母 越来越冷淡 谢丽夫妇啊 更纳闷了 原来他绝对不会这样 难道跟咱俩聊天的 不是轩轩吗 可是啊 那头打过来的文字 看上去那语气啊 又跟轩轩的语气差不多 其实不光是谢丽夫妇 哪怕张轩的朋友啊 同学啊 也都觉得是张轩在说话 谢丽这时候啊 就跟他说 轩轩 你发张照片过来 最起码的 要让我们相信你一点啊 很快 那头还真传过来 几张最近的照片 就是张轩的 那头呢 发完了照片 还打了一行字 现在行了吧 这明显就是不耐烦了 尽管如此 张轩的父亲呢 还是不放心 他们家呢 原来有台电脑 不过张轩呢 自从出现上学去 这电脑呢 也没人用 这电脑摆放的位置 比较特殊 这张轩的父亲呢 就问对方 咱们家里电脑摆在哪啊 因为啊 一般情况下 电脑放电脑桌上 对吧 有的呢 放餐桌上的也有 放餐边棍的也有 但是他们家的电脑 是放在地板上的 在床边 很少有人会这样 别人也不知道这情况 可就是这一个问题 能够确定张轩身份的问题 那头啊 不回答了 沉默了 这就让谢力夫妇 更加感觉到 对方一定不是女儿 如果不是女儿张轩 那她是谁 冒充张轩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显而易见了 最起码八万块钱得手了 就在这时候啊 张轩的父亲 又接到了张轩手机 发过来的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 最近一年 我过得好累 真的好累 想着想着 眼泪就很不听话的流了出来 老爸 老妈 老弟 我爱你们 这条短信 夫妻俩这么一看 完了啊 因为 这条短信内容 这就摆明了 一定不是女儿发的 这里边有问题 那么发短信的是谁 再也不能等着了 报警吧 2012年3月7号 谢力夫妇到了派出所 正式报案 说女儿失踪了 这一报案 警方纳闷啊 咱们听友们听到这也纳闷啊 一般情况之下 三天两天找不着 了不得了 那都报案了 为什么拖了一年才报案呢 为什么女儿一年多不回家 你们都没有想到他可能遇到人身安全问题了呢 警方反复的问 但是发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 张轩的父母有点闪烁其词的 一定是隐瞒了什么细节 警方啊 就问谢力夫妇 在张轩失踪之前 家里是不是发生过什么矛盾 果然反复的询问之下 谢力夫妇终于承认了 2011年4月22号 也就是张轩出去旅游 二十多天之后 给夫妻俩打过来一个电话 女儿跟他们说 成都这个男孩又来找我了 你说怎么办呢 张轩的父亲就说呀 他来找你 你就回家来 不要再长沙了 他又找到我家里来了 怎么办呀 我还是找个朋友那吧 在那过一天再回来 那么 这张轩父母说的成都男孩 是谁 跟张轩是什么关系呢 办案人员这时候敏锐的就察觉到 这个男孩很可能跟张轩的失踪有关联 谢力夫妇说呀 那个成都男孩 叫胡小欢 曾经和张轩谈过恋爱 那么张轩的失踪和这胡小欢有关系吗 冒充张轩跟父母聊天的是不是胡小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女儿啊 在11年4月份给父母打过一个电话 说那个成都的男孩又要来找我 这个男孩叫胡小欢 之前跟张轩谈过恋爱 俩人谈恋爱的事 还不是从张轩嘴里知道的 是从他们的儿子嘴里那知道的 因为俩人呢 老家隔得太远 所以对于这段感情 张轩的父母一直反对 父母反对之下 张轩就跟胡小欢分手了 可是这边想分手 那边不愿意啊 一直纠缠不休的 因此张轩跟父母提出来 要外出散心 而至于为什么女儿失踪一年 现在才报警 为什么要隐瞒张轩和胡小欢的关系 这谢力夫妇也说了 张轩失踪之后啊 夫妻俩呢 因为爱面子 怕亲朋好友的说闲话 哎呦 你看啊 这闺女跟别的男的跑了 怕说这个 就一直没报案 也没告诉别人 就是悄悄的找 去联系张轩 那些同学呀 那些朋友们呢 正因为如此 就错过了最好的寻找时机 通过调查走访 警方了解到 那个胡小欢呢 大学毕业之后 回到成都老家了 那么 他是不是还跟张轩 保持着联系呢 警方决定 立刻赶到成都 并且在成都的一个小区里边 找到了胡小欢 经过调查 这胡小欢呢 一直跟张轩有联系 基本上每回联系 都是上网聊天 但是 他说 他也没见着张轩本人 他说呀 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我们最后一回见面 是我俩一起吃饭 他说去洗手间 结果他从后门 悄悄就走了 从那以后 我们再也没见面 尽管胡小欢说 已经很久没见过张轩了 但是 侦察员在胡小欢的住处 发现了一些张轩的随身物品 还有张轩的手机 难道说 张轩没发生危险 还在跟胡小欢交往 但是因为父母反对 这才制造自己失踪的假象吗 胡小欢说呀 张轩当时不是去旅游了 就是坐火车 找他去了 可是 到了胡小欢住的地方 待了一下 就在附近的旅馆住了一晚 但是警方随后一调查 发现胡小欢又在说谎 因为 他说的那个日子 是12月24号 和12月25号 那是圣诞节 而胡小欢呢 又有一个女朋友 叫林丽萍 林丽萍说呀 当天24小时 俩人就没分开过 所以张轩一定没出现 如果说 胡小欢没有见过张轩 那么张轩的手机 为什么在他手里呢 通过审讯 通过审讯 胡小欢知道 再想瞒 瞒不下去了 他说呀 2011年4月23号 也就是张轩和父母通话的第二天 他就把张轩残忍的杀害了 那为什么要杀 那为什么要杀张轩呢 那个冒充张轩和父母聊天 并且借钱的人 是胡小欢吗 胡小欢说 他跟张轩是2019年7月份 开始交往的 俩人大学毕业之后啊 胡小欢呢 回到老家成都 跟几个朋友合伙 开了一个广告公司 由于谢力夫妇反对 张轩呢 就没有跟胡小欢去成都 而是留在长沙 就这样 俩人虽然没明确分手吧 但是基本上 关系就也很尴尬了 慢慢的 俩人的联系 也越来越少 这张轩对胡小欢呢 越来越冷淡 胡小欢就很受打击 很崩溃 胡小欢说呀 张轩呢 是一个特别传统的女孩 特别乖 特别孝顺 特别听话 父母反对 就让张轩内心很矛盾 对这段感情呢 就犹豫不决的 拖拖拉拉一年之后 这才向胡小欢提出分手 胡小欢呢 就跟张轩说了 轩轩 咱们不能因为家庭的压力 就分手啊 后来为了引起张轩的妒忌 他还跟张轩撒了一个谎呢 我最近又交了一个女朋友 可哪知道 张轩呢 听到之后不仅没妒忌 反而来了四个字 祝你幸福 胡小欢本来是想让张轩呢 生生气吃吃醋 可没想到他怎么这么冷静啊 更让胡小欢生气的是 张轩还跟他说了 我以后会回老家 跟我爸妈一起生活 我的亲戚还说了 会给我介绍条件 很好的男朋友 你看 胡小欢说有了女朋友了 张轩 没表现出来妒忌 可张轩也说 亲戚要介绍更好的男朋友 胡小欢可接受不了了 2011年4月份 胡小欢呢 从成都飞往长沙 希望找到张轩 在最后努把力呗 可是俩人一见面 不欢而散 张轩呢 就明确的说 我们必须要分手 异地恋 不可能有好结果呀 再加上家里这么反对 当然 这是胡小欢的片面之词 他跟警方陈述的时候 就口口声声的说 是张轩的父母怎么反对 才让张轩决定跟他分手 但是警方通过侧面调查 发现不止于此 父母反对只是一部分原因 甚至是很小一部分原因 最重要的是 胡小欢谈过好多回恋爱了 这么多的恋爱经历 他还都隐瞒着张轩 最要命的 跟张轩谈恋爱的时候 胡小欢还跟其他的女孩 有那种暧昧关系 这才让张轩毅然决然地 提出分手 对于张轩来说 父母反对是一方面 最主要的是男友的不忠啊 但是面对张轩的分手请求 胡小欢反应很激烈 胡小欢呢 就用过去很多言情剧里边 那套路 一哭二闹三上吊啊 一会儿要割腕 一会儿要跳楼 吓唬张轩 吓得张轩呢 都不敢回家了 张轩哪想到啊 第二天 胡小欢又给他打来了电话 这回倒挺痛快 同意分手 胡小欢说了 咱们俩既然要分手 那咱们就好聚好散 咱俩认识的时候 是爬山认识的 现在咱们最后再爬一次山 爬完了 咱俩就分开 好些个年轻人 甭管是谈恋爱 或者是分手 都想着有个仪式感 来个浪漫的结尾 张轩呢也心软 就同意了 就去了 俩人爬山的时候 很沉默 都没说什么 到了山顶上 胡小欢 看见之前俩人 走过的地方 待过的地方 很感触啊 又提出来 轩轩 咱俩和好吧 但是张轩没同意 胡小欢就彻底绝望了 这时候从背后 勒住了张轩的脖子 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 张轩就彻底不动弹了 杀害张轩之后 为了毁尸灭迹 他把张轩的尸体啊 究竟掩埋了 随身的衣物全部烧毁了 只留下了一部手机 现在真相大白了 但还有一个疑问 那个冒充张轩和父母聊天 并且要钱的人是谁 原来这胡小欢跟警方的供述 又撒谎了 不是光留下了手机 除了手机 还留了两张银行卡 随后胡小欢登陆张轩QQ 跟张轩父母进行网聊 制造一个假象 让张轩的父母认为 张轩还活着 当然不仅仅是制造假象 最主要的是要钱 胡小欢呢 在杀死女友之后 从容不迫的编造谎言 以女友的名义 跟张轩父母要了八万块 这笔钱是分三十五次取完的 每回取钱都是两千两千的取 所以打过来那八万多 全取出些光手续费 花了好几百 而杀人骗财之后 胡小欢很快就把这八万块挥霍一空了 而对于胡小欢杀害张轩的真正动机 是不是像他所说 因为太爱张轩了 因为舍不得和他分手 最终才痛下杀手 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那么您认为 胡小欢杀害张轩的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呢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桩越狱案 2006年12月25号 这一天呢 是圣诞节 山西路城市啊 也不知道怎么呢 反正呢 下起了一阵大雾啊 现在咱们来分析 当时很有可能是雾霾 这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 这雾呢 是越来越浓 屋子外边啊 已经是一片漆黑了 能见度不到一米 那就是伸手不见五指是吧 哎 倒是我这胳膊伸出去能看见啊 因为我胳膊短 坐落在山西省鹿城市城西的鹿城监狱啊 当时那天呢 显得特别的安静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了 民警们呢 心里边也盘算着 还有六天啊 咱们今年的工作就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还有十天 咱们监狱就要实现连续七年零十个月没有罪犯脱逃的目标了 这一天监狱的值班领导是监狱的纪委书记叫刘翠平 跟平时一样 吃完晚饭呢 就来到了办公室 通过电话啊 挨个了解各个分间区的情况 这么大的雾 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呀 监狱目前呢 正处在布局调整施工的关键时期 监狱里边情况很复杂 应该督促各个分间区早早的把罪犯的全部的收封起来 到了晚上九点十分左右 六分间区的值班民警李志宏下令 所有罪犯抓紧时间开始洗漱准备收封 他们分间区呢 是整个鹿城监狱啊 在压犯人最多的监区 于是罪犯们都互相的按照监狱的规定 在院子里边呢 统一的洗漱 院子里边呢 装了那种特别耀眼的高压的那水银灯泡 但是这一天因为大雾太浓了 所以呀 这灯也显不出来多亮 值班民警李志宏呢 格外的小心 不停的在院子里边巡视 不断的催促着罪犯 抓紧时间洗漱 早点收封 差不多九点半左右 李志宏打着手电 又巡视了院子一圈 对各个监设点名收封上锁 当走到二监设点名的时候 突然发现呢 他们组其中有一个罪犯 叫西增兵 不在这监设里边 跟这西增兵 同一个护监组的另一名罪犯 赶紧就上去报告 报告队长 刚才啊 我跟他一块上的厕所 他可能还在厕所呢 李志宏呢 立刻和两名罪犯 一起去厕所查看 可到了厕所 这么一看 哪有人呢 空空如也 李志宏立刻提高了警惕 迅速跑到其他各族 进行排查 结果还是没有见到 西增兵的身影 这西增兵啊 当时22岁 是长治市城区南石曹村人 因为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2006年1月份进入的监狱 西增兵呢 平时也不怎么说话 沉默寡言的 跟别人呢 也不聊天 劳动改造的情况呢 也非常一般 不是特别的配合 2006年9月份 西增兵在家人前来探监的时候 得知了一个情况 西增兵的父亲有了外遇了 很少回家 也很少顾家 这件事 让西增兵这心里边啊 那是恨得牙根痒痒啊 最近几个月的时间呢 他总是心神恍惚 尽管民警呢 好几回找他谈话 但是啊 他是私家心切 于是他就萌生了一个念头 既然不把我放出去 那我就找机会跑吧 越是赶上这种大雾天啊 乌七麻黑 月黑风高的日子呀 他这种罪恶的念头 就更强烈 更膨胀 这天晚上这大雾啊 这是好几年都非常罕见的大雾 西增兵啊 从小到大 感觉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雾 于是他认为 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 洗漱之后呢 等待时机 趁着这浓雾 从厕所里边就溜出去了 鬼使神差的 他也不敢走 也不敢跑 慢慢的在地上爬 爬到了院子西南角的洗漱池那 慌张的 把这身上的球服上衣啊 就给脱了 亮亮呛呛的 又爬过了监狱 因为布局调整临时搭建的生活区的围墙 于是就淹没在了大雾之中 几分钟之后 值班民警李志宏 已经带人呐 奔向各个监区 各个重点部位进行寻找 四个墙角没有 卫生间没有 楼梯底下没有 花池子里边也没有 此时此刻呀 李志宏急的都不行了 立刻用对讲机 向管教三科值班科长郭惠冰主任 报告情况 并且请求警力支援 两分钟之后 郭科长呢 带领着看守人员赶到了 跟大家呀 继续寻找吸增病 屋子外边这么大的雾啊 再加上那灯啊 猴亮猴亮的 他一反射到雾上啊 他侧眼睛 当他们沿着这院墙角 搜索到了洗漱池边的时候 发现洗漱台上 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脚印 根据这个脚印 他们断定 西曾兵 很可能已经出了分间去大院了 应该立刻扩大搜寻范围 紧要关头 郭主任呢 立刻用对讲机要求值班民警 重新认真清查本分间区的人数 然后快速到三门内看守所办公室集合 他一方面呢 通知了武警中队和二门 要求他们呢 加强港哨警戒 另一方面 及时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 在确认各个分间区 秩序正常的情况之下 郭主任命令值班民警 兵分两路 分别对三门内外进行仔细搜索 什么叫三门二门啊 包括还有外边大门 因为监狱啊 看守森严 这大门就好几道 三门呢 就是最里边的那道大门 接到报告之后 时任副监狱长刘文长 时任监狱政委刘贵宝 时任纪委书记刘翠平 分别在最短的时间内 都赶到了二门的值班室 不大一会儿功夫 二分间区值班民警王燕勇就报告 说在临时火房附近搜索的时候啊 发现了西曾兵的胸牌和囚服的上衣 基本可以断定 西曾兵已经实施了脱逃行为 刘政委呢 马上跟远在外地出差的监狱党委书记 监狱长杨宁就通了电话 并且决定立刻成立应急指挥部 刘政委这时候一声令下 二门值班民警就拉响了警报 刹那之间啊 这尖锐的警报声那是响彻夜空啊 当时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十五分 伴随着警报 监狱的民警职工家属都被动员起来了 从四面八方向着监狱管教楼快速的集结过去 驻监武警二中队的官兵们呢 也都行动起来 管教楼前警车呀闪烁不停 警笛也在那呜呜呜呜呜呜的啊喊个不停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楼前已经聚集了上百号人了 刘政委简单通报了情况之后 立刻按照应急预案调兵遣将 一组呢 由民警和武警组成进入监区 二组呢 由武警进入内围墙 三组四组 由监狱民警和工人组成 从东西两侧 在围墙外包围搜捕 此时 调查资料组也迅速从系统里面调出了西增兵的档案 把他的基本情况和照片都打印了出来 监控组呢 也认真查看了监控记录 器材组迅速提供了蓝车牌 手铐 手电筒等物品 一张搜捕网 可以说是煞时间啊 就撒出去了 可是随着这天色越来越晚 这大物也是越来越重 能见度是越来越低 出差在外的杨监狱长啊 电话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监狱的围墙上都有高压电网 西增兵翻越围墙出逃的可能性那就不大 他也怕被电死啊 没出去先电着了 那怎么办呢 监狱的排水系统呢 处处都有坚固的钢筋 所以从地下逃走的可能性也不大 如果说他还没有从监狱二门混出去 那么西增兵很可能还藏在某个角落里边 指挥部里边的民警啊 那是沉着冷静啊 在那不断的进行着推断分析 漫天大雾还在进一步的急剧 时间呢 也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这时候监控室报告说 报告领导 通过对监控记录的排查 在21点至22点期间 出入二门的人员只有一个人 由于图像不清 身份暂时不好确认 接到这条线索 大伙的心呢 一下子都提到嗓子眼了 指挥部立刻让二门值班人员 和六分监区民警到监控室反复辨认 晚上11点20分左右 监控室报告说出去的那个人身份已经确认了 是一名电工并不是西增兵 并且这名电工后来啊 也到现场了 证实了这个消息 这个信息就更加坚定了指挥部的判断 就是西增兵还没有跑出监狱 刘政委当即指示 收捕的重点应该放在监狱内部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指挥部啊 仍然做出了到监狱外面三个关键路口 设卡查赌的决定 同时呢 命令在长治待命的育政科副科长李春生 带领两名民警 赶往罪犯家里面布控 指挥部的电话声 那是唧里哗啦 响个不停啊 各个方面的情报也在不断的传输回来 远在外地的杨监狱长 不断的打来长途电话 询问搜捕的情况 并时不时的做出新的指示 不少家属啊 也打来电话 问自己的亲人是不是到位了 零点二十分左右 分别从陆成和长治 派往西增兵家中的两路民警会合之后 立刻对他的家人展开政治攻势 与此同时 指挥部与杨监狱长商议之后 决定上报省局 省局预政处处长 接到报告之后 当下就指示了 要不惜一切代价 采取积极措施 迅速将罪犯抓获 这时候啊 已经是零点三十分了 我们都有过经历啊 大雾的天 越到后半夜 这雾越浓 这时候民警们手里的手电筒啊 基本上已经没什么用了 往前照过去 那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气温呢 也降到了一天之中的最低点 各位 大冬天的呀 啊 可是所有的参战民警啊 没有说怕冷的 怕苦的 怕累的 刚才啊 咱们已经说了 大家呢 依然认为西增兵 应该还没有出监狱的大门 所以决定重新组织力量 对监狱内部进行第三次全方位的地毯式搜捕 两路搜捕小组啊 很快就组成了 西部的搜索小组呢 有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 乘阶梯状往前推进 东路的搜捕小组呢 面临的情况更复杂啊 因为这东路呢 属于监狱的动力区 勾勾坎坎的啊 包括各种各样的管路特别多 地形很复杂 他们呢 又爬房又下坑的 不能放过每一个死角 而此时此刻 西增兵在哪呢 没错 他就在监狱里边呢 他还没来得及出去呢 他呀 看着闪烁的光啊 听着急促的脚步声 特别是听到警报声 他感觉彻底绝望了 他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这么恶劣的天气之下 民警已经进行了三次搜索了 他慌忙的逃窜到了拆迁工地 硬是从一扇旧窗户上搬下来一根钢筋 他呀喜出望外 心想呢 一来可以冒充施工人员混出监狱 二来 如果遭遇不测 还能够当作抵挡的工具 但是很快又绝望了 监狱大门紧闭 值班室里边是灯火通明出现 那是没门了 他呢 决定翻越监狱钢料库的大门 打算从西边寻找时机 逃离监狱 可是驻监武警啊 早就加强了对围墙的步控 来回摇头的探照灯 也吓得西增兵不敢抬头 最后呢 只好蜷缩在钢料库里的 一个暖气检查井里边 凌晨一点半 当武警战士搜寻到钢料库墙角的时候 发现墙角的暖气检查井啊 好像有挪动过的痕迹 他们立刻就把这检查井盖给打开了 发现西增兵正蜷缩在地沟里面 下半身都被水浸湿透了 冷得浑身发抖 这时候 文讯冲过来的民警 立刻把他从地沟里拽了出来 并且迅速报告指挥部 同时把他关到了禁闭室 这是借着雾霾天气 一次警匪之间的较量啊 最终啊 也因为监狱方面的果断行动啊 因为监狱方面的准确判断 这才没有让西增兵逃出去 如果逃出去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各位想啊 他恨他爹恨得牙痒呀 出去之后会不会对他爹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又会不会对他爹的情妇做出一些更加残忍的行为 这些事情我们真是连想都不敢想 还好这样的一次较量 把可能会发生的罪恶就扼杀在了摇篮之中